乌龟不会说话 但是它却可以靠自身的肢体语言来向我们传达信息 当乌龟突然不安静 狂热地想向外面爬时 它在向我们传达一个怎样的信心 第一可能是饲养缸温度超过了乌龟适宜的温度 乌龟忍受不了高温便向外爬寻找阴凉来避热 第二新买来的乌龟会不适应新环境而产生心理恐惧 所以会向外爬 这时不必管它 等过两周适应了新环境就好了 第三可能因为饲养缸环境变得糟糕 水质变脏的原因 主人这时及时的给乌龟清理饲养箱即可 第四最后一点乌龟会辨别主人 当它吃饱喝足便会变得活泼 想和主人玩耍 主人可抽出时间陪自家乌龟玩耍增进感情